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年初三的第三節 一起去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這宗消息都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喜訊 不過都是屬於大家的意料之中 就是參議院對於特朗普總統的彈劾案 在表決的時候就失敗了 表決結果就是57比43 換言之就有七條共和黨的叛徒 就是投了贊成票 當這次佩洛西得知這個表決結果以後 竟然踏踏踏踏踏踏發爛 而且還說了很多難聽的說話 而拜登就施展他一貫的語言藝術 跌落地拿回炸沙 繼續唱衰特朗普總統 至於特朗普總統就通過卸任總統辦公室發了一篇聲明 這篇聲明當中就預告 他是會重出江湖的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去看看這個表決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表決結果就是57比43 那七條共和黨的叛徒當中 其實就不包括麥康內爾 有些已經是鐵膽來的 比如說 羅姆尼 或者是 Pattumi 這些已經 一早放了風聲說會 支持彈劾案 現在都七個人說投贊成票 我就相信 真正有意願投贊成票的共和黨人 絕對不僅有七件那麼少 只不過 他們在計算過之後 發現就算他們投贊成都未必會夠67票 所以就索性不投贊成投反對 其中一個就是麥康內爾 他也投了反對 但是他以前怎樣對待特朗普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我相信有些人 經過了精密的政治計算以後 發現 博不過 所以就索性投贊反對 現在就變成了這七件 其實肯定就是會遭到黨內的針對 尤其是在地區黨部 在基層黨部 這班人就沒有運行 到了下一次 他們所屬的州份 參議院改選的時候 在黨內的初選 他們就滋味道 這些人根本上就沒有資格 繼續代表共和黨 來出選 所以到期時 地區和基層就會橫以顏色 在初選當中 拉這班人下來 我相信 結果會是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你任由這班人繼續代表共和黨 到時你都黨不成黨 你的黨哪有黨幾可言 原來是可以放肆 黨內參議員 去租責一個卸任總統 這些是完全講不過去的 所以我相信這七個人就沒有運行 反而那些繼續潛伏在共和黨內的內奸 例如麥康內爾 更加值得去提防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到底特朗普總統那篇聲明是怎樣說的 他就說 我首先要感謝 敬業敗業的律師團隊 以及其他為了維護正義和捍衛真相 而努力不懈的人 我還要深深地多謝 所有自豪地站在憲法和神聖法律原則那一邊 美國參議員和眾議員 這些法律原則才是美利堅合眾國的核心 我們所珍視的憲政共和國 是建立在公正的法治基礎上面 而法治就是我們的自由和權利不可或缺的保障 如果一個政黨 可以隨意地詆毀法治 詆毀執法 為報民喝采和開脫 利用司法手段搞政治復仇和迫害 壓制所有異見人士和他們的觀點 這將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我一直是 也將會永遠是 一個堅定不移地擁護法治的人 這是美利堅合眾國史上 最大的一次獵巫行動的新階段 沒有任何一位 曾經做過總統的人 是經歷過這樣的事 我們的反對者不能夠忘記 有近7500萬的民眾 在幾個月之前 投過票給我們 這就是有史以來 對於現任總統最高的得票數字 我還要感謝數以百萬計政績 勤勞 守法 熱愛上帝和國家的人民 他們在這個非常困難和充滿挑戰的時期 勇敢地支持著一些重要的原則 接下來這一段就是特朗普總統所作出的預告 他就說 我們的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運動 就是讓美國再次強大的運動 才是剛剛開始 在未來的幾個月裏 我還有很多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我期待著 繼續和大家有一個難以自信的旅程 一起為我們所有人實現美國的強大 我們的前面還有很多功夫要做 而我們團結起來的時候 沒有東西是不能夠完成的 願上帝保守大家 願上帝保守美利堅合眾國 這個就是特朗普總統 在 彈劾案失敗之後 他所發的一篇聲明 這篇文章很長 從他的行文就已經反映得到 特朗普總統是無意在現階段推出政壇的 他仍然是抱持著希望 他仍然是想堅持下去的 所以就可以肯定 至少 在未來這一屆的眾議院換屆選舉 就是2022年的時候 他真的會協助共和黨來 試圖翻盤 因為現在差10席都已經是過半數 要翻盤並不是一個很難或者完全做不到的事 只是一步之遙 在上星期 特朗普總統已經是接見了 眾議院的共和黨領袖麥卡錫 兩個人談及到 到底將來在黨內如何來整合 而在這個彈劾案之後 參議員格雷厄姆也宣佈了 說將會跟特朗普總統會面 他說的一句話 其實是說得很對的 他就說 如果沒有了特朗普的話 共和黨就沒有辦法實現 在參眾兩院翻盤的願望 但是如果沒有了共和黨的團結 特朗普總統要推動的運動 也是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說得很好 其實是互為表類的 根本上來到現在這一刻 共和黨和特朗普已經成為了一個命運共同體 共和黨裡面有些派系 他們反特朗普 我相信很快就會遭到黨內的邊緣化 因為繼續在搞內耗的時候 不僅是耽誤了 他們自己本身的政治前途 也會耽誤了整個黨的利益 至於特朗普總統 我相信他也不會再有自行組黨的念頭 因為沒有了黨的話 他也很難 一時之間建立一些黨部的建設 來搞他的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的運動 他也要依賴共和黨的框架 所以我相信 這個定案已經很清晰 至於未來如何整合 這件事就好考特朗普總統的政治手腕 而且在接下來的兩年 共和黨有一件事是要做的 就是要聯絡各州的州議會 要求他們檢視一下到底投票安排是怎樣 當然有些紅州 比如德州 他也是照以傳統方式投票的 那些就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電子投票 看看會不會有空間去修改 其實是事在人為 如果是由共和黨全面執政的州份 絕對是做得到 只是看他做不做 當然如果他願意踏出這一步 我相信共和黨在未來的選舉 仍然是充滿著希望 至於民主黨人聽到這個彈劾案被否決了之後 有些人就扔提扔抓 其中一隻就叫做佩洛西 他在聽到那個表決結果以後 馬上就到訪了眾議院的彈劾經理人團 即是全部都是民主黨的眾議員 並且他就發表了一則言論 他說 對於那些煽動叛亂和殺害國會議員的人 他只是說特朗普 我們就不能純粹去指責這麼簡單 而且在講話期間 他又多次拍檯 他又批評那些 在彈劾表決案當中 投反對票的共和黨參議員 是一群懦弱的共和黨人 這些完全就是把他自己的主觀議員 強加於在其他人身上 你什麼叫懦弱呢 我認為 願意投票反對這個 彈劾議案的人才為之剛強 你什麼叫懦弱呢 為什麼投贊成那些就為之是堅毅呢 為什麼投反對的為了懦弱呢 這個完全就是以主觀議員凌駕了客觀事實 人家只不過是捍衛了真相 捍衛了公義 人家不肯陪你瘋 人家不肯陪你同流合污 你就說人家懦弱嗎 我完全接受不了 這些根本上就是有什麼值得吹捧的人 對不對 大家要見清楚他的本質究竟是怎樣 人家投反對他說懦弱 至於拜登又有什麼說呢 他就說 雖然這個彈劾案最終是沒有通過 但是彈劾案裡面指控的本質 其實就是沒有任何爭議性的 即使是那些反對彈劾案的人 例如是麥康內爾 都認為特朗普是可恥地失職的 而實際上和道義上 特朗普都應該要為國會大樓所發生的暴力行為負責 這就是拜登所說的事 他還要引用麥康內爾的言論 來反批特朗普 事實上 他所說的事就叫做跌落地拿回炸沙 既然現在的參議院都判決了特朗普總統是無罪的時候 他就是無罪 你也要尊重這個遊戲規則 不是判完之後你又繼續說本質是沒有爭議性的 然後又說他是道德上犯罪這件事 這些議案根本上已經是輸了 亦是不能再搞一次 因為他已經是卸任了 你不能再動他 你接受這個現實吧拜登 你繼續發揮語言藝術的本色 去說這些說話 無非就是找人笨 騙小孩嗎 這些東西必人相信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